这个是偷了一点点带口啊 没有瞄准带口的这个中心 两波再考虑啊 他脑海里已经在考虑 是不是绿球可以进攻啊 防守了打黄球 黄球防守 要往篮球后边放 出来了 5比3 还是处于僵持阶段 好球 今天马奎尔能打出这样的精准的球 挺不容易的 对 以他今天的状态 对 因为也是因为上一盘啊 防守 通过我们的鹰眼镜头来看一下 挡着死死 被咖啡球 正好挡住了 所有的线路 要给很强的左侧旋转 好球 还得考虑防守 看了一眼啊 底库这颗红球不敢打 还是防守 因为打进这颗红球 很难叫到彩球 没有意义 而且又很难击打 不禁又给 很容易把对方留在带口 所以索性就防守 运气不错 成了一个后思诺 这样对梁文博下一根击打 这个前手的这个架杆 将会制造不小的麻烦 梁文博还在考虑 这根球不好处理啊 也是摇摇头 沉思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球 咱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架手 刚才说了不好打 如果是防红球队右边的情况下 想回看去黑球 如何躲开黑球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进攻 实在不行选择进攻 但是架手不舒服 需要打得很准 最右侧的这个红球 最右侧的这个红球 看一看 选择了进攻 嗯 这个局势 是啊 这整个把红球队打散了 多着啊 这个进攻有点太勉强了 对 打后了 关键是他的手架不舒服 对 粉球 还把粉球踢活 红球 K散 你这个给马奎尔 而且又是刚刚打了一根 132 对 这盘球很难了 感觉有种破釜沉舟的意思 我觉得一根能进 对对对 究竟 我觉得梁文博在这个整个的经验上 对比赛的解读能力上 确实是 也是他今后需要提高的 如何在被人控制 或者在逆风的情况下 如何把自己的状况发挥好 把比赛的节奏和结果控制住 这也是斯诺克比赛非常要注意的 尤其对这些职业球手来说更是如此 并不可能你所有的时候 状态都特别的好 每次打都能够进 对 一帆风顺 总是会有逆风球的时候 而在这种时候怎么处理 怎么控制比赛非常重要 像刚才这一杆进攻 实在是 着急了 不好 还是着急了 该拿分的上半部分比赛的时候 被马奎尔控制住 马奎尔在没有状态 你有状态的情况下 我不让比分拉开 马奎尔通过一根132 已经把手感调出来的时候 梁博就应该更加小心 对 刚才这个球就是防守的话 效果也不会比这个差吧 对 就算你防守失误了 对 彩球也是死位 对于马奎尔来说 相对来说难度也会很大 现在这个局势对于马奎尔来说 对 因为你这种进攻的方法不可与之性太强 而且 这打不进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对 这个局势的判断 马奎尔一根132 已经一根132了 那么 就应该更加注意 现在这个局势 你希望马奎尔在像上半场似的出现那种严重失误 我觉得很难了 这会儿的马奎尔已经不是上半场的马奎尔了 弹衣裤 降到中带 39比5 你先34分 轻轻推下 走下 分色球 6分球 没机会了 这是 本场比赛第一次 有一方选手竞胜超过两局 双方一直是在你来我往 对 梅花建筑班 对 而且马奎尔 帅先拿到了赛点 手握三个赛点 对于马奎尔来说 太有力了 控锤弹衣裤 本色球力量稍稍轻了一点点 高杆推下 没问题 孔心弹衣裤 交到同一个代 红球 53比5 49 也希望梁文博能够通过 本届的BTV国际斯诺克北京邀请赛 这么高规格的比赛 能够达到锻炼自己的目的 能够很好的应战即将到来的职业排名赛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 本赛季的职业排名赛 首战比赛 将会在9月7号到13号的时候 在上海举行 第一战就是上海大师杯赛 超分 60比5 弹杆也是50加 对 降到中带 中地杆 横上去 就要看区的 红球 这个是 要让马快打松石了 后面太难打了 而且他的这种松弛的状态 很大程度上是梁文博在帮他再找 给他很多这种半台球的机会 让他自己再慢慢的找手感 单干68分 轻轻推下 嗯 没关系 外大局 这已经是无关痛痒的这个球了 这样 马奎尔是连胜两局 将总比分改写为6比4 现在马奎尔是率先 拿到了赛点 黄氏